我必須說我的世界裡面 沒有快樂工作人 我就是個悲傷工作人 工作的時候 我就是一個悲傷的機器 但我還是 但我還是可以把這些事情做好 就是做好而已 可是不會讓我快樂 你怎麼跟愛情跟工作 是一樣的意思 我的人生怎麼都發生 一樣的事情 他是藝術家 他很親 你的話好看嗎 哇 不要亂講 不是 我要講 我要想 我在幫他想 對不起 好好 聽歌 我跟你講 早安 早安 片頭片尾曲 由圖松玉製作 不管都努力都要罵聲 幹我什麼都不要 躺平就好啦 讚 早安 歡迎來到最新一集的 早安鈴鳥 沒錯 我們今天就要跟大家聊聊 躺平主義 你們知道近年有一股 倦帶的感覺 席捲了全世界的青年 然後躺平完全就是 一場鮮學了 每天都想要靠杯退休 可是 我們還是不斷在加班 到底我們在衝三小 沒錯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討論 這個很 大家很有切身之痛的題目 今天第一個要找 很久沒有回來的 飽受上班折磨的 Are we 嗨 那是什麼 還有自信 I'm back 那我們旁邊呢 大家聽到他的聲音了 他就是大家人稱 破步的 伊布 你這個介紹不對耶 你是不是也很厭倦工作 當然 身為伊布怎麼可能還需要工作 我不要 那接下來 除了我老闆以外 我唯一感受到是工作狂的 Jesse 哈囉大家好 我是紅犀牛情趣用品專家的 Jesse 馬上置物 情趣用品專家來聊這個題目 沒有料到 那大家可以講一下說 你們各自工作幾年 然後目前的工作態度是什麼 出了社會之後大概四年 然後工作態度就是 嗯 躺平 我超討厭工作 哈哈 我躺平 不是 下班還要錄這個 也是上班 對呀 那 XX 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伊布呢 哈哈哈哈 我還沒意思 伊布呢 伊布成為社主 已經七年了 我現在的工作態度 就是在等太久 幾歲 哈哈哈哈 怎麼會有一個不同的聲音 對啊 因為我看到仿剛什麼躺平 我就已經就是你知道 很生氣嗎 就看到就已經很不爽 為什麼 絕對不能躺平 不能躺平 你只有一個時候 你要活花錢再躺平 其他時候都不能躺平 真的 哈哈哈 我們要這麼努力嗎 你要努力才能往上 那Jesse 你目前工作大概多久 哦 我們紅犀牛多久 我就做多久 對差不多五年 然後你還很有熱情 當然有啊 我現在熱情每天是滿點 好 跟他聲音 好特別哦 好 那我們一開始 我們來想要給大家 做一個驗證 就是說大家躺平足到底有多嚴重 所以呢 第一題我是想要先問大家說 請問你們有買房買車 結婚生小孩的壓力嗎 不沒有 哈哈 所以你完全沒有人要你 就買房買車哦 家人是好希望我可以買房 他們說 你如果確定要孤單一輩子 那你就要買房 讓自己就是有地方可以住啊 他們怕我流落街頭啦 你很有可能 哈哈哈 那阿薇呢 我我家人也是那個 也不會催我的 所以我其實是可以算是自由的鳥 可是我還是好痛苦 為什麼 我覺得心理壓力吧 可能看一下星盤 哈哈 所以其他朋友就是結婚的話 你應該也會有壓力 不會 因為想說關我屁事 你會嗎 我覺得我好像就在等我媽死掉一把 哈哈 這些壓力就沒了 你要繼承遺產了嗎 對 就繼承遺產 然後這些買房買車的壓力就沒了 我們家也有兩間房了 我幹嘛還要買房啊 所以都在苗栗的山上 哈哈 誰要啊 這不算房子吧 哈哈 貓草屋也是屋 哈哈 所以Jesse是還是有想要買房買車 我當然有想要買房 我的最大目標 我想要走進聯聚 寶輝那種豪宅建商 那我可以跟他講說 我要朝南兩戶頂樓大通 哇 這是我想要15年後的生活 所以我現在還在拚 真的假的 我現在沒有 是我想像我15年後 我想要有這樣的生活 欸這是我現在生活中 很少聽到的論述 你的朋友也有這樣嗎 沒有 哈哈 所以你還是特立主行嗎 其實你是非主流 我是最近的非主流 所以我告訴你 就是我跟你講 你們不能跟主流 就是主流的那些言論 都有人在帶風向 不管外面吹什麼風 你就是要往上 哈哈 我往下走不行嗎 對啊 當然不行 哈哈 絕對不行 你往下走去哪 我現在好有壓力 好像在跟主管講話 好突然 對 今天是過年的情形 哈哈哈 所以大家 大家會有社交焦慮嗎 到現在這個狀態 會啊 因為我 我之前每次跟高雄同學出門 我們聚會的時候 大家都會聊結婚 跟聊他們最近要買哪間房 然後我就會在旁邊喝飲料 哈哈哈哈 你真好喝 哈哈哈哈 你好怪 你會單純欸 可是我自己的社交焦慮是 假如我跟朋友聊 最近接什麼案子啊 然後 呃 跟什麼人接觸啊 然後我就心裡 心裡就沒辦法搭上話 哦 我就想說 欸 呃 我在家看影集可以算嗎 哈哈哈哈 他們出去還會在聊工作 還是會聊工作啊 就是跟那種大學同學這種 他們會交流切磋 對交流切磋 所以你身邊朋友都這樣嗎 我沒有朋友 哈哈哈哈 我的朋友就是顧客 就是每天客服 我快哭了 我要哭了 就是應該這樣說 就是交心的要很熟很熟 我才會真的要跟你出來 不然我覺得 很多社交都是沒有意義的 哦 對 啊如果以前的同學什麼 要找偶爾出來吃個飯什麼 我ok 可是通常 還好 因為我本來是台北人嘛 然後我離開台北 我到台中 所以我就基本上是沒有朋友的狀態 覺得就是 你放假在幹嘛 放在工作啊 我不是在公司 我就是在 去公司的路上 你知道放假的意思嗎 哈哈哈哈 放假就是沒有工作的日子 對啊 好我跟你講 應該這樣說就是 呃 想要的東西不一樣 對 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是 超爽的 就你就想你看影集多爽 我工作我接訂單 我就有多爽 對 包括我現在此時此刻在講話 我也覺得好爽 所以工作是真的有給你這樣 對等的報酬嗎 因為大家最不爽的 應該就是他那麼努力 然後沒有拿到他應該拿到 好應該這樣說 你是股東嗎 你有出錢嗎 你有承擔任何風險嗎 沒有 沒有承擔風險 大大門 你就不要去期待說 哦我付出1 我就要得到1 因為你沒有承擔風險啊 你怎麼可以1比1 我覺得我好害怕 好害怕 好對不起 我可能剛剛 我可能剛剛台Radio 跟大家忘記 我後面都是刺 不是 對啊 我們一直中間 錄完這一集我們遍體零霞 好 我應該說我想要就是 從另外一方面平衡暴揚 因為我覺得現在輿論的風向都是什麼 老闆好怎樣 然後主管好怎樣 可是我覺得 抱怨的同事 你可能要回來 公平的看待一下這件事情 你的認責公司如果倒的話 你會要賠很多錢嗎 沒有 你就是沒有工作 你們公司流動力率高嗎 很害怕 我們公司流動力非常低 因為我們選人很精 對 就是我們發現他有任何一絲一毫的 可能會怠慢 可能會怎麼樣 你就NO 我就不讓他這樣 我們都不會 不會啊 你們都 我說怠慢的意思 不能一直工作 不是 我們公司是完全不加班的 加班的是我 就是我時間到 我會說回家了 不要在這 反正你也坐不完 明天再來弄 你是好主管 對你是好主管 就是我的很拼 我的很那個 可是我覺得 那是我個人的目標 然後假日 我如果要 比如說有零食有東西 要拜託他 要請他弄 我都會打電話說真的不好意思 比如說美術的答案 那個我弄不出來 你可不可以幫我出一個什麼東西 我忘記 我會跟他道歉 可是 如果是他上班時間 上班的時間做的東西 做錯的話 我會 還是好像 欸你那個弄錯了 你現在一定要幫我弄出來 我不管 懂嗎 就是額外的我會拜託 可是如果是他本身犯的錯 那他也要自己去負責 這樣子 對 我覺得這 對啊 不會啊 我覺得這個很合理吧 真的嗎 還是我們要的太多 不是 那也是我懷疑 大家的角度不一樣 怎麼說 在很大的那種集團公司啊 公司賺真的賺很多錢 但是不會分給我啊 所以我 我當然要自己去爭取說 他要給我多一點 比如說年周 然後獎金什麼的 因為我的確 我不用負擔風險 可是他多賺的 他也不會給我 是 所以我才會在 你沒有風險 他多賺的 為什麼他給你 哦 因為他就穩定在這 如果你今天是零底薪 那我覺得OK 你就個案抽成 這樣OK 可是我有付出我的勞力 所以他給你 所以他給你 是我的 好 應該這樣 他提醒我一個點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些 都是中小企業 如果你是這一些 在這些體系下的話 我今天講的話 你就先 就裝沒聽到 就聽大家在那邊 因為我講 應該這樣講 大公司 你要得到 比你同輩還多的薪水 或是你要往上升的機會 會比你在小公司低很多 上面還有很多人 太多競爭 而且反正總之 我說回來 就是我覺得 你是想要 就是很有上進心 然後你想要跟你同輩不一樣的話 我很建議你可以試試看中小企業 可是應該也要看職位吧 如果你是業務性職 我覺得你這樣衝 好像就很合理 因為可以拿到 對對等的那個報酬 可是如果你只是一個 我 不想要爆飯到任何人 哈哈哈哈 要講誰 我覺得這個就要來講 老闆金 主管金 我進這家公司的時候 我也不是業務 可是我會想辦法幫他 伸出業務 你懂嗎 因為那個才是錢進來 最大的地方 你知道老闆一整天在想什麼 老闆他根本 你其實你叫什麼名字 你的名字怎麼寫 老闆可能還不知道 不在意 對他也他也不在意 因為他每天在想的是 他一開門 所有人的薪水他要怎麼付 因為去腫疾 你知道嗎 他他其實壓力很大 我會給你們一個建議是 如果你是在中小企業 永遠站在解決問題的那一方 那你就要那樣子做 不要他講 不好意思 另外兩位有同意嗎 哈哈 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 我完全不同意 哈哈哈哈 這本來 本來就是可以 本來就是可以討論 不是啊 因為進公司的原因 就是為了我的生活 沒有要管公司這些一些 Exactly 對啊 我的工作就是我的興趣 對 所以對我來說 當然安逸比較好 可是因為我剛好 我現在處於中小企業 對 所以應該說很小很小型的 哈哈 所以搞得我必須衝 我還想衝去哪 我好累 不要再逼我了 什麼意思 要衝什麼 呃有些責任 我就是必須要承擔 因為團隊小 對團團隊太小 然後單著之後 可是我就想說 每次工作完 想說 我幹嘛那麼苦 然後薪水一樣破 因為是小型的企業 對 然後然後我就覺得 哦 他是不是爭錯人 哈哈哈哈 我覺得我 一半認同一半不認同 因為我也待過中小企業 我覺得中小企業 確實他會需要一些 思想上 或者是工作上 比較上進的一些態度 因為他 他們制度不夠完善 所以很多時候 你一個人可能就要做很多 不是你份內的事情 嗯 都 What's that 緊張了嗎 我覺得他講跳帶比較順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他還害羞 他還害羞 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今天做 跟我在大公司做的還要多 可是我卻沒有辦法 得到在大公司 那樣子的完善的保障的制度 然後還有那些錢 那我我衝了 我不會累嗎 我沒有 你沒有給我牛肉 我要怎麼衝 他快哭了 你讓我吃 你讓我吃 你讓我餓死 我要怎麼衝 衝 哈哈哈哈 我不工作只是剛好而已 因為沒有人在你旁邊看 我不知道情況 那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可能是 老闆有沒有把你當成自己人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真的 就是你跟老闆的距離很近 你不會像大公司一樣 就是層層關卡 呃我覺得 但不會壓力很大嗎 為什麼 看到老闆的 我跟你講 跟老闆的應對手則 第一條你絕對不能怕他 沒有一個人喜歡一個 唯唯諾諾的人 好兇 然後對不起 我沒有說 我只是人家這樣 對不起 當然你不能 不能親和 不能跟他看一下 可是 你可以跟他就是 老闆我有個想法 我看來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你可以 這樣子去跟他講 我覺得他是一個心法 我用上直銷啊 很像 我覺得你以後可以超一個人 對啊 你以後是我們的 藍寶石精力了 哈哈哈哈 歡迎藍寶石精力解體 先別聽早安琳朗了 你有聽過洪犀牛嗎 不可能 只是削弱 那你會覺得社會 真的對我們比較苛刻嗎 相較前幾代 我跟你講 我看了有一個說法是 的確是有差距 可是爸媽 那個年代的利率 是二十幾趴 嗯哼 現在的利率才二 還三 為什麼你以後二十幾趴 也太高了吧 所以你看你 你在還錢的時候 你都要還利息 我自己有一個結論 是你如果沒有上金星的話 你到任何時代 你都買不起房 不好意思 他說我三個嗎 我剛剛有很強的三人 哈哈哈哈 我現在開始研究 哪一種事實上比較好 哈哈哈哈 是龍三四歲 哈哈哈哈 我覺得如果今天是一個棒子 幫你搭戲 我覺得很好 因為你兩個聽眾都蠻廢的吧 哈哈 不行 全部醒來 不能再耍廢了 好像是 好啦 比如說阿瑋 他是喜歡安逸的人 那我覺得就很OK 就是你就安逸 可是你不要很安逸 然後你又再靠要說 買不起房 什麼東西很貴 薪水很少 不行哦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不行 因為你安逸是你自己選擇的啊 可是社會失控是社會的錯啊 是上一代的錯 我們 我們他媽要上一代反抗吧 所以我就講說 你上一代 那個利率是二十幾趴 你也沒有考慮到這個啊 可是他們那時候賺很粗啊 那是台灣前淹角木 所以他們那時候錢也比較大啊 我覺得不能說我們很爛吧 我今天的重點 我今天的點不是說 現在年紀很爛 或是我這一輩人很爛 不是 我今天的點是 當你的同溫層都在靠腰的時候 你先閉嘴往前 想辦法往前衝 你會贏很多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好 你懂嗎 就是 你不要做跟同年一樣的事情 沒有 我覺得我們今天這場就是看 最後誰會站在什麼 因為 聽眾朋友們 你們沒有看到現場 現場的眼神都是很適合看著我 跟之前聊按摩飯的那個反應 是完全亮極 好像 有沒有覺得很疏離感 真的三對一的感覺 對啊 不能這樣 我是來賓 因為按摩飯會讓我快樂 工作不會啊 少女舞姿 快點 怕我站下一下 真是要按摩飯才會讓我們快樂 可是工作不會啊 那問你 伊布你覺得成功的定義是什麼 我自己覺得 我想要成功的地方 是在於我可以當個有選擇的人 就是今天我 如果遇到工作不順心 或者是遇到工作上有人欺負我怎麼樣 我就可以跟他說 我不要這個工作了 就是我有這個底氣 這才是我的成功 就代表說我可能有存款啊 我可能有 有錢就是任性 真的 不想做的時候就可以直接砸錢走人 但是最好的生活 對我來講成功就是這件事 就是說我反而我又不缺你這個錢 然後就走了 那你砸的錢是砸在哪裡 砸在我自己身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也要 我也要 就讓自己快樂 你說去做SPA這樣 對 好好 那我覺得我是那個 就想像他說的 投資一件事情 失敗了 但你還是毛髮無傷 你還是有錢 所以你是說心智強壯還是 我說錢 哈哈哈哈 就是今天還是有錢啊 對還是要錢 那你們要 我跟你講今天 你們要錢就要照我剛說的錯 真的 你相信我 我是唯一 逆風跟大家說實話的人 可是你不覺得有些人 就是真的不努力 然後就可以賺很多錢嗎 像我的 我覺得成功偶像 就像歐陽娜娜那樣 就是漂漂亮亮 哎呀 五億 哈哈哈哈 你知道 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不能這樣 你知道歐陽娜娜壓力多大嗎 你知道 你看你們現在 每個人都是很歡樂 很自由 可以學有喜歡 我覺得他們那種 很有錢人的家庭的生活 是不是你一般人可以想像的 就是他那種 好像有些有錢人 很愛講這件事 你知道那種政商名流 可是我就會有一個 不公平感啊 我就覺得說你們自己有錢 你們就本來就要付一點責任 或稅吧 或什麼你知道 哦對 我也不喜歡有錢人逃漏稅 因為我覺得你們的資本 本來就比較守候了 各種稅 比如說是 像明星有名的話 你們就要繳一些名氣稅 啊 我以為他都跟人家說 付了稅 哈哈哈哈 嚇我一跳 他以為是睡覺的時候 對 我想說 對 那是我的事 哈哈哈哈 那是我的範疇 不要約解 哈哈 好 我覺得歐陽娜娜 那可憐的地方 是在於什麼都沒有吧 就是他做一個明星 他就是一直裝可愛 他到一定的年紀之後 他就不能靠這個在賺錢啦 真的 他就沒了 但他就壓力 但他可以拿那個錢去做那個 就資本複製啊 等一下 你們為什麼那麼討論歐陽娜娜娜 她做錯了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欸 應該沒有人喜歡她吧 對啊 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歐陽娜娜是哪一個 因為我知道 哈哈哈哈 一個私裡 一個私裡 因為他們是姐妹嘛 有幾個 我不知道你們是哪一個 好像不是兩百塊那個 娜娜娜 對對對 就好幾個 因為我們是他們的粉絲 對 可是應該這樣說 就是 我覺得現在社會的氛圍 有一個仇富 誰剩下就可以怎樣 那我覺得 我的觀念是 哇我要怎麼樣 我才能像他一樣 你懂嗎 就是我的觀念是反過來的 我的耳罩很刺 哎呦 哈哈哈哈 我想他們有這種高度 可是明顯對面兩位就沒有 哈哈哈哈 我覺得沒有要OK 那你們就不要 靠北 他講的不是我講的 對 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 安逸 又想要 有錢又想要過得很好 那我覺得那個邏輯就不對了 可是那我們不能要求 最基本的生活是舒服的嗎 這個應該是一個 政府應該要幫忙 打造出來的一個環境吧 我覺得比如說無業的人 他們應該要有一些 最低的生活津貼 就是這種東西 其實會幫助我們很快樂 嗯 誰無業 比如說我們在離職的時候 然後要換工作的時候 中間他可以給我們一些 基本的生活開銷 非自願性離職嗎 你真的好複雜 好複雜 OK如果是自願離職呢 對啊 對啊 說不定你想要有一個基金 你想要就是探索自己啊 那為什麼我的 我成功定義一定要是工作呢 對 大家不好意思 我問一下在場都滿18歲 你們是成人了吧 20歲了 為什麼 你再笑我們嗎 對啊 我們不像20歲以上嗎 因為我覺得會 會要 呃 我像這樣要怎麼說 好再一次 因為我有點 我知道 他說我們是巨嬰 哈哈 他講的喔 不是我 就是 你已經是成人了 你要換工作 那你換工作的錢 為什麼要社會 不要講政府啊 為什麼要社會 幫你們出這條錢 這不對啊 你已經長大了 你應該會自己負責吧 要換工作的是你 又不是我叫你 又不是我逼你 我覺得你是台灣的主流欸 怎麼辦 哈哈哈哈 我覺得 哎呦 會不會被你們那個粉絲炮轟 欸粉絲不要炮轟我 你們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很真實存在社會中的聲音 就是 因為講真的 要躺平我們也躺不了 對啊 我覺得這是最可悲的一點 好 以我的觀點就是 假如我的生活今天 那些吃喝住都沒有問題的話 我可以追求我自己 更想要一個東西 你要吃什麼喝什麼住什麼 就是一般基本開銷 然後我再去追求 我更更理想的事情 有那個資金的話 真的 那我會覺得更好 因為你放任那個 租屋市場就變成這樣漲價 所以我們的基本生活開銷 就已經很高了 等於說我現在 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價錢 可能一個月只要三千 所以 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 可能現在房租 真的高到你們其他的 那個吃飯啊 會哭 那為什麼你們要住台北呢 你們不能去其他地方住嗎 你看像我 台北才有我想要的想法 台北的房租我也付不起啊 可是為什麼我要做這些妥協 對啊 我就想住在這裡不行嗎 我不要做這些妥協 人的變巨銀 好 我跟你講 不好意思 我跟妳講 為什麼要做這些妥協 因為你沒有籌碼 你沒有籌碼 你必須妥協 你現在是剛出社會 你沒有經驗 你不能像大老闆一樣 你想要什麼就要什麼 哦 你嘴很硬欸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 哈哈哈哈 不是 因為我覺得 我是站在道理 就是 道理 就是因為我剛剛都聽下來 就是你們會說 啊我想要什麼 可是那你想要你相對的 你的能力有到嗎 因為我沒有跟你工作過 你看起來是很有才華的人 可是我不知道 欸你卡住什麼意思啊 哈哈哈哈 我現在不是在這裡被羞辱 哈哈哈哈 不是啦 還叫 哈哈哈哈 好好笑 因為我剛剛本來講你是人才 可是我剛剛那個人 我就卡住 什麼都是才華 很緊張 你不要讓他最近更緊張了 他剛才說 做午休二 你卡住 我想啊 因為他沒有在休息 哈哈哈哈 嘴軟 就是我會覺得 就是你們看那些社會的成功人士 他們根本也沒在休假的 他們更拼 確實是有這樣的 當這些人都在更拼的時候 你能不拼嗎 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的 我們要有狼性 真的 我看到那個 對 不行 我看到那個 衣服在害怕 我那一看那個 那個什麼 請假攻略 當然要啊 到八九月就開始 要不然我要怎麼快樂 我需要這個 什麼需要 欸我需要放鬆欸 你要放鬆什麼 哈哈哈哈 為什麼我不能放鬆 我的人生我要快樂啊 台灣人工作太多了 我們的過勞文化還不夠可怕嗎 歐美都做四天而已 他要做四天 可是你們怎麼要阻擋這件事情 對啊 這件事情是好事吧 這件事我覺得 讓台灣的年輕人會很沒有狼性 你都一直想要玩樂 你都沒有想要為你自己拼 你老了怎麼辦 No I don't agree you OK 我跟妳講 我現在 我現在工作很hustle 我現在工作很努力的原因 就是因為那些廉價欸 因為如果沒有那些廉價 我完全不想要工作 我跟妳講 我真的覺得 只有我在週末的時候 我才覺得 哇這是我的人生 平常我都迷留在一個 不是你週末已經放了 為什麼你還要 再去弄一個長的廉價 因為我的心很累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 社會已經是這樣 這麼這麼 嫌惡 對嫌惡了 到底誰嫌惡 OK 我們可能很多人出來 他們第一份工作大概就三萬多塊 然後你看房租就繳了一萬多塊 然後吃個東西 然後出去玩一下 你就不要在台北啊 可是台北以外的地方 他們薪水可能連三萬多塊都拿不到 然後只會有二十幾k 然後還是家庭企業 家庭企業最可怕的一件事 就會把你綁在他們的企業裡面 然後呢 不斷的侵惹你 然後說要幫我們工作 然後給你一輩子一樣的薪水 然後你想要這樣嗎 你的家庭企業是中小企業嗎 對 好 那我講 就是你如果在這種環境 你要想辦法 跟老闆 老闆會覺得你超好用 他很多事情他不用講 你就可以幫他做到 或甚至是你可以去幫他 額外去搜一些東西的時候 他會覺得 哇 他很怕你走 反而會給你更多 可是如果你不提的話 他可能根本就不會加 去依照台外老闆的關係 你可能要試一下 讓老闆把你當成自己人 可是為什麼要那麼多 額外的情緒勞動呢 就是我們不能做好我的工作 然後就拿到好好的錢 就是社交恐懼啊 我沒有辦法跟老闆刮乾淨啊 那我也不行 好 那我覺得你們可能比較適合去 大財團一下 或是公務機關 是想幫我們講太棒 就是他是最穩他不用 可是我跟你講公務機關那個才 很累嗎 對啊 好總之就是我還是覺得 你是一個很想要往上 很想要就是跟 你現在同輩人不一樣的話 請假攻略麻煩 燒毀 ok now 我覺得 我覺得回到像剛才 我覺得回到像剛才那個成功 成功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說 生活的快樂就是我的成功 所以 所以 你生活的快樂是什麼快樂 你等一下你先聽我講 哈哈哈哈 還是他的Speaking Time 聽聽聽 對不起我不尊重他 變輪賽了 然後咧 ok 就是就是我跟老闆 其實有把鋼筋 他要什麼我會給什麼 然後我其實可以再更上位的 but I don't want to 因為我想把那些時間跟心力 把他放在我下班時間 可以做我真的 新的未來的方向 或者未來的籌劃 為我的下一步去做選擇 或為他自己人生在做一些building 對 因為我現在工作不是我的興趣 因為你可能就是非常的投入 應該說大部分人都不是 所以我會覺得那些廉價 那些放假都是很需要 而且這個社會 因為這樣 我覺得大家都有那個 集體傷害 PTSD 你說過老的PTSD 對 而且我覺得台灣最可怕的就是 為什麼加班的人 好像變成一個榮耀 所以這個組比較少人加班的話 就再把這個組不夠上進 然後所以其他每個組 都要去拚這個KPI 然後大家都要晚下班 I don't get it 你說內卷嗎 譬如說你七點半 他就八點 他就八點半這樣 對 I don't want that 真的有這種事情 有 It's so crazy 有些工作真的會 可能有些公司 不是我老實事 前公司 你幹嘛接吧 太害怕 說前公司 但就是之前真的是 我們有提到就是 他們就在講說 work like balance 然後我老闆就說 沒有work 然後有life 然後我在台下 我就嚇得到 哇 這完全違背 我從小到大投稿的事情 然後他就說 你必須要先work 才有一點爛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有一點make sense 可是我就聽起來 就好害怕 就是你懂嗎 一個老闆預期說 你要拋棄你的一切 然後來付出給我們的公司 然後他還選在 就是所有的那個 家屬都在的時間 oh my god 我覺得他很聰明 oh my god 什麼是家屬都在 就是比如說 尾牙什麼什麼的 大家會帶自己的家人來 這樣他就有點 一起講給大家聽 哇 我就覺得 哇 他以為家庭聚會 對 公司就是他family 如果像這樣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 就是哇 已經老闆已經這樣預期 你也會有點緊張 我會 應該說 因為我的這番言論 是不能再公開講的 oh 因為他不符合 就是大家的期待 那我覺得 如果是在尾牙的話 不應該講這種話 因為那是大家在歡樂的時候 蛤 等一下 尾牙我們不會歡樂 哈哈哈 尾牙也是公司 我還蠻歡樂的啊 真的嗎 為什麼 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是 不會要你表演的 oh 但是你要表演會給你錢 但你不會被迫社交 然後覺得壓力很大嗎 嗯 因為老闆他們自己都喝開了 他們自己會玩得很開心 然後因為 可能因為我們大公司啦 我想起來了 你拿了很多紅包 難怪 哪會那麼開心 因為 因為老闆喝醉了 就會過去說 啊老闆我很辛苦欸 我就看那邊裝可憐 他就塞兩千塊給我 我好像看到 這個是什麼工作 我好像看到你未來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因為老闆已經喝醉了 他隔天也不會記得 哦 我們好像一直設下錯誤的典範 但我還好奇說 大家目前就是覺得自己 工作上得到那個巨大的疲勞感 是從哪裡來 就是一天一個禮拜工作五天太多了 蛤 你知道我每次到星期四 過到忘記 就是你知道禮拜幾 然後我都會說 欸那個明天怎樣 他們說明天禮拜六 我說蛤 我說我們可不可以 就是大家一起就是 再多一天 我會恨你欸 我會恨你欸 你們兩個好可怕 完全 我不要 就是我不要人家加班 可是你心裡這麼想 我應該我會看 就是你如果是 我覺得你是想拼的人 你有什麼什麼樣的 我想拉你我會問你 如果那個人真的多做一點 你會給他一點好的東西嗎 我要看他的產出 然後跟他調性 問他幹嘛 說我一定會跟老闆講 我不管錢 可是在這種時候 我一定會大力的幫他 所以我就覺得 鍾小七也對我來講很棒 因為我沒有辦法 接受層層關卡的大公司 哦 好害怕 欸等一下他沒講完 我講到什麼 你覺得目前最大的疲勞感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 一週要上班五天 然後另外一個是 其實因為我們是責任制的 就是我們有時候會很閒 我就可以正常上下班 就是我就做好分內的工作 可是因為我們是責任制的公司 就變成說 假如說我這一次是忘記 忙記的話 我可能手頭上要負責好幾個專案 那我就是都一直在工作 一直在工作 那我就會很累啊 因為我就真的沒有休息啊 就像你說的 就可能我連假日 都還要做我工作的事情 我就不能完全的放鬆 那我就會覺得 我就是一直在工作 我就沒有生活了 長期下來會很疲勞 其實我有跟老闆講過 就是我是說 如果說有一陣子很忙的話 希望可以給我一些 就是像補修這樣的制度 可是因為我們是責任制的 你有多少責任 你就是要把它做完 所以有時候這責任少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輕鬆 有時候很多的時候 他又不會給你補修什麼的 你就會覺得 我的生活就只有工作了 然後有時候 你三四點回到家的時候 就會覺得 天啊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我要哭了 為什麼你都會到三四點啊 你明明就是一個想躺平的女孩 就在很多的時候啊 你不可能沒做完 因為他的dayline就在那邊 你不可能忽略那個dayline 說我做不到 你不可能跟老闆 直接這樣講啊 他不能理性討論說 欸我不是我不想做 是我這樣的負荷太多了 沒辦法 他不能 對啊他不能是 有討論的空間嗎 有討論的空間啊 就是幫你延後一天 我們專案也是這樣 對 那我們就不要放在同一天 我就幫你放在隔天哦 那但是你還是要把它做完 因為責任制就是你 那你幹嘛留下來 我還要錢 哈哈哈 我又回到最後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最可怕 就是我們民眾 超級想要躺平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願意一直這樣子 把加班洗下去 啊就是我覺得如果今天 你們的廣大聽眾 聽眾群有一個人 你說好像 脫胎換骨 覺醒 那我覺得功德原來 可是我覺得這是最困難的 OK 就算今天這個人下定決心 他想要脫胎換骨 那他可能就去找一個新公司 就他們就一直過勞 因為每個人都在比 大家誰加班的久 因為這件事一個是榮耀 可是通常在台灣企業 你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你就每天加班 你就好累好累好累 然後好不容易回到家 就是想說我可以做一點別的事情 那我們就滑手機 就滑手機 你滑到的東西也只是叫你去下單 然後去下廣告 然後這時候你就花了錢 然後你就因為你需要繳這筆帳單 然後你就只好再回到工作裡面 請去工作 你就一輩子困在這個循環裡面 然後變成一個你知道 這都是資本主義的陰謀 太多 最後 不行 我還在吵架 這集的Retiquette是怎樣的 不要啦我剛剛出來了 如何 你是不是聽到其實外面很顯了 是不是你公司太好了 我覺得是你公司太好了 我在想我在那個情況下 我應該會想辦法把他上面幹掉 很難 是下毒嗎 沒有啦 就是我會想辦法 不要爽 因為我很想下毒 一不絕在嗑藥 應該說就是 我覺得它是一個惡性循環 可是如果你能有不一樣的思路 一定有辦法解決 想辦法 不一樣的思路就是下毒嗎 哈哈哈哈 他有多闖框框架 那個不能那個 對 但是因為比如說像有一些就是 公司就比較像是人質的公司 他們比較講情理的 所以有些人情帶越久 權力越大 那這種結構下 其實如果你說你一個新人 你想要把他弄掉 說因為你的KPI很好什麼的 我覺得有時候可能真的都有難度 就是因為台灣的工作環境 可能就是會這樣 就是大家好吃人情 It's so annoying 我覺得這件事 因為我前幾天錄一個另外一個Podcast 就是他上面的那個主管 就是卡住他 然後或是要他背黑鍋 要怎麼樣 那要是我是他 我會試一下去跟老闆講 可是我講的方式 我會是說就是 我不是要告我上面主管狀 不是 那也麻煩你不要讓他知道 我跟你講這件事 可是我在我的 我看到了現在有什麼問題 你講一個從老闆角度去看事情的 那個他對你馬上刮目 想看 這個人的眼光見識不一樣 我好像覺得 之後就會把你慢慢的 可以懂為什麼你可以生存 我們就是沒有這些才這樣 對啊 我覺得他是很會打小報告 對啊 應該說我的大的報告是 我對事情 第一個就是大家出來工作 解決問題最重要 當然當然 大家一定都會這麼想 可是有時候老闆就會 我要坑給你聽 他說 哦 我聽那個誰是誰講啊 他說你最近怎麼樣啊 就算你跟老闆說 你不要說是我講的 他跟那個人也有感情啊 那我覺得那老闆不對 可是 老闆是付錢的人 你很難說他不對 好 應該說 就是 那我覺得這樣子 你們也可以挑老闆吧 我們就是這個心情 然後挑不到啊 對 挑三減四等 沒有適合 我說 畢竟 畢竟不是菜市場 沒有啦 我覺得其實是對的 就是 如果真的解決不了的時候 其實告老師是比較有用的 但是有時候 就是上面的人 他不見得會幫你解決問題 他有時候會把問題越捅越大 因為那個是人家的局嘛 不是 因為他開的局嘛 對嘛 那你不玩這個遊戲就離開 這是我們最擅長的 對 中理 中理 因為我工作七年 我是換最多工作的人 真的 你幾個 你履歷打開幾個 數不穩 5個 哎呦 那我會建議 你有一些給他寫上去哦 可是我單元都是大公司 他都是蠻厲害的 他是廣告業 下下教 好老的詞 下下教 好吧 我自己 我曾經也做過 很suffer的工作 就是我每天回家都在哭的那一種 就是 跟人處不好那一種 可是我後來就 因為那時候就真的過得很糟 後來我就想說 既然這個地方讓你不舒服 那為什麼要繼續待著 所以我後來就 毅然決然的 就算另一份工作 我談到的offer沒有很好 可是我那時候還是去了 因為我就覺得 我在這個工作上 就是待遇沒有不好 可是那些人真的讓我太痛苦了 就我就覺得 有時候你真的很難過的時候 就逃吧 逃也沒什麼不好 而且他剛才講的 我覺得超真實 就我覺得常常 大家可能都會有一種感覺 好像說 啊外面的環境更差 然後我好像在這裡已經很不錯了 那後面就留下來 哈哈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種 受害者人格 到底不行 那時候我就 聽就滿不行 你一定要覺醒 聽心理學的 就是聽人家心理學講到說 一個地方已經讓你不舒服很久了 那你就走 他說你可能因為錢啊 或者可能因為人情壓力 什麼的 我覺得跟戀愛一樣 對 是不是 他那時候講 他說這些都不比你的 人生更重要 他其實講生命 因為那時候已經就是 糟糕到 就是你可能有憂鬱傾向了 然後我就覺得 他說的也是道理 就是 他說也對 因為你已經很不舒服了 所以就算另一個地方的待遇 沒有現在這麼好了 可是 至少在那邊 你不用受折磨 因為心理的折磨 是一個很大的代價 那我問一個 你有嘗試解決嗎 嗯 因為其實 好像不能這樣 因為跟我處不好的 就是第二階的老闆 哦 所以你還是有開心 那時候做這個選擇 超開心的 那是打殼吧 剛才是九個吧 我想說 我有 富裕 好 好 我沒有同意 哈哈 我大哥還要儘管你的同意啊 我們現在連 打殼的自由都沒了 沒有 你們是老闆啊 好 那我們中間還是要笑傲一下 就是感謝我們的紅犀牛 才會我們今天這一集 然後我們可以聽得出來 Jesse 你對他們的公司 是非常有熱情 那要不要介紹一下說 你們現在的商場 有發生什麼優惠呢 阿神 不知道什麼案 還是什麼 要檢察官來嗎 哈哈 之類的 好 我們現在 我們有全戰免運 然後24小時出貨 你想就是我這個工作狂 在幫你出貨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跟我交朋友 可是你要相信我選的東西 你看我這麼執著 一定會是選到好的東西 然後我們有5%回饋 然後跟隱密包裝 然後還有真人客服 好 因為必須說 我們上次用完是真的很開心 然後結果後來 有些聽眾聽完那一集 就是好像真的 自己也在滋味了 然後 不知道 他沒聽的時候不會滋味 好像也會 只是聽完之後 好像就更興奮 然後就跑回去滋味 你的Podcast有 激起情緒情緒的 我也沒料到 就像很多人想乾衣不一樣 哈哈 他很紅欸 真 I know 我們都紅牌 人人都愛破補 哈哈哈 他沒有 小破補 可是我覺得他今天皮膚 就是非常的水嫩 我以為要不要罵我了 我以為要罵我了 你剛剛前面 你剛剛那個停頓也太久了 我以為要被罵了 你們根本就是有被害妄想症 我們就是自信心低落 被害妄想症 我說他皮膚很好 就是今天整個水透 有變成水精靈 謝謝 那我們來問一下 對面那兩位 你們是有熱愛自己的工作嗎 還是說你們 曾經有覺得自己過分在乎自己工作 我曾經覺得我太在乎 所以才會過得很suffer 然後我現在就是走一個 就是 我可以完成我的工作 就已經很棒了 但如果我要再做更多 那我就超棒的 哈哈哈哈 好有勞志 哈哈 我都這樣告訴自己 就是說 因為我以前其實就是那種就是 呃 我曾經被主管說 有點太吹毛糗糍跟完美主義 就是 這樣好啊 那是什麼 他說我讓大家都很辛苦 就是比如說我們在辦 對他這樣講 他說我們在辦一個活動 比如說我們在辦一個活動的時候 如果我今天 要A道具在這一個點 出現在這裡 然後他沒有 我就會爆棄 我就會說 為什麼有人可以讓 就是這個流程變得不順 就會檢討這件事情 他就說 可是那些東西只是差了一點點 你不需要這麼糾結 他就說 因為你是跟人工作 你不要就是讓大家不舒服 反而比較重要 比如說今天這個活動 大家都覺得還不錯啊 可是我覺得我沒有照著我的 藍圖走 我就會很神奇 我就會說這是一個 不成功的工作 可是我現在已經不會這樣 我現在就覺得 我只要有把工作做完 然後 有準時交出去 然後客戶有喜歡 這樣就好了 我就不要再追求 就是一些 自己有哪一些 沒有做好的地方 就是 我以前會覺得 好像要做到八九十分 才不會愧對自己 可是我現在就覺得 我不用這麼對得起自己 社會對你做了什麼 對啊 他整個餐廳 然後我覺得我看了很心疼 我覺得他你要吹毛球 是要完美組 那才是好的 對啊 這好像是已經是個性問題 欸 哈哈 直接在攻擊個人嗎 不是 不是我 不是不是 不是 就是我會覺得 我也是 我其實很不喜歡 我做的工作 但是 我會 還是會追求超過一百分 我也是 就是會莫名其妙的 可是 我就是 每做的每一步 做就 喔好 恨透了恨透了恨透了 然後還是做完 然後 反而又會去怪同事 講說 幹 這明明這麼簡單的事情 為什麼做不好 我說 Oh my God 我已經變成這種人了 哈哈 對 所以我後來才發現 我們這樣很不健康 因為我們用自己的標準 是要求別人 就是讓別人很 就很難工作 但我的工作是 很需要跟人磨合 跟合作 所以我不能讓別人不舒服 因為我一旦讓別人不舒服 我的後續工作 會更難做 他說那個東西沒有也沒關係 所以你當過Jesse 你咧 你說什麼 哈哈哈哈 好可怕 好可怕 你再過三年 就會變成一部 哈哈哈哈 Jesse可以唷 Jesse會變一部 我很想想看 很想看 那好我先約新 哈哈哈哈 可以的 但是 因為那個 我跟阿威比較相近 因為我們都做設計的 所以有時候 其實我們確實 要的東西 然後那種 評斷標準 其實都是審美觀而已 都是很主觀的東西 所以我們 要溝通的時候 要超級小心 就是 你不能要求 對方合作的時候 去達成你要的東西 而是說 你可能有一個預期的藍圖 一起往某個方向走 嗯 對對對 只要有人拖下水 其實會影響整個專案 可是你就會想要更好 然後你就會又拉下自己做 你就會說 為什麼我要多做這個 那我的薪水呢 呵呵 所以我們才會是 一直加班到最後的那個人啊 因為我們就在收別人爛攤子 我覺得這樣是責任感 這樣超讚的 可是責任感 就變得像剝削的感覺 對啊 我們就會抱怨啊 就說為什麼我隔壁的人 他就不用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就會因為這樣子 然後一直留下來做 就他們 就我們其實也可以像他們那樣啊 因為我們終極目標 最近還是 我life balance So much balance No What 我生活不是三樓嗎 他們就聰明 他們輕一點就下班啊 不要覺得說 我做完這一次 做完這兩次 然後沒有再多得到什麼錢啊 你就覺得要放棄 我覺得應該是 這才是你們的養分 No 呵呵 吃苦就是吃苦欸 沒有吃苦 就好我們的三觀 真的比較不一樣 No 沒有你吃薄的喔 姐啊 好 因為我的生活 對我來說 funk 比較大 哈哈哈哈 所以我真的 的目標 就是為了下班那五小時 以後你洗澡吃飯扣掉 你最後只剩一小時 那一小時我剩什麼 所以你有到那麼恨喔 因為我自己還是會在過程中得到一些快樂 我現在就是恨 哈哈哈哈 那你真的該走了 哈哈哈哈 你就跟我自己一樣在suffer欸 我就是很很那個suffer的原因是 因為我的主管人很好 然後其實我可以溝通的都可以溝通 但是我的那個心理那一關就是沒辦法過去 所以你沒有任何成就感在這個工作裡 我完全沒有任何成就 哇那你該走了 哈哈哈哈 我會留這麼久 是因為我真的在你中還是有快樂的 然後以及我喜歡我做的東西 哦 我也算是蠻蠻快樂的嘛 所以我們其實都是努力欸 我們被訓話了嗎 OMG 經過一集被訓話 這什麼亞洲鞋頭 哈哈哈哈 哇亞洲基因 讓台灣人 哈哈哈哈 有成功 哈哈哈哈 所以你聽到之後你有覺得比較欣慰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的那個演算法 一直被推薦什麼什麼一些網紅在講他的什麼生活 然後跟年輕人說什麼 你們就是要work life balance 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 工作就是不是你的全部 我想說 當然啊 靠腰啊 他剪那個影片 不好意思嗎 他他剪那個影片 他做那個影片他花多少 至少16個小時他要拍要上節目要寫講話 不不不不他後製 他自己都在用他額外時間在做這些事情 然後他自己最貪 你懂嗎 他叫你不要貪自己最貪 他叫你們不要努力 可是自己最努力 我覺得這不對 我好像可以同意 我可以同意 因為那種東西是拿那個東西去賺錢 對你跟你在做的不一樣 我沒有辦法接受 很多那種像講外貌焦慮的那個影片 他們都超漂亮 哈哈哈哈 對 講說是他小事 他說不要容貌焦慮 胖的女生也很美 結果他都在photo shot 哈哈哈哈 其實我在旁邊看 我覺得你們兩個只是人生追求的不一樣 你追求的是未來要有很好的生活 對 可是你是在當下你就要 你活在當下 你就是當下你就要享受你現在活在這裡 可是你現在的工作會讓你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 可是我覺得也要退一步看 是因為他們可以看到的目標跟希望不一樣 因為說不定阿威他就困在一個牢籠裡面 他覺得他自己再怎麼努力都只能拿到這樣子 那何必努力 可是因為阿威他喜歡他想要的生活 那些生活是要用錢去支撐的 對啊對啊 對啊所以當然 你要再更拼你才能有這樣的生活 阿威不用再更努力了 他已經很努力了 真的他已經夠努力了 他已經很努力了 我跟你講我下班時間 我下班時間跟上班時間一樣努力 他是藝術家 哈哈哈哈 我每一個腳步我都我都很努力 可是那個努力就是沒辦法兌換 你是畫畫的嗎 就他自己下班時間會自己畫畫 就是你阿 他光顧他現在的生活就已經太累了 我以為你現在的生活就是畫畫 不是 不是 你現在的工作跟你的興趣 是完全不一樣的 喔所以你現在是 我講到你很窮藝術家 然後要去工作 然後來支撐你的興趣夢想 很難支撐 哈哈哈哈 他就是樂團還沒紅之前 對 在那個 要去咖啡廳打工的吉他手啦 我不喜歡你們這些對話 哈哈哈哈 不是那我覺得這樣很好欸 哈哈 我跟你講你要怎麼想 我覺得他相對務實 比起很多藝術家的話 對 你要想你以後成為大藝術家 真的紅了什麼 可是問題是不一定會成為啊 不沒有一定 你要相信你可以 我不相信你 你要相信你自己可以 可是努力哪有一定會有回報 這不是我們大家都懂了 我覺得我覺得 可是你不努力 你是絕對不會有回報 我覺得我懂 我懂你的意思 可是我的意思說 他我覺得他現階段 已經做了他最大的努力了 他沒有辦法再更努力了 我覺得他現在要做的就是 我想辦法讓 就是工作不要那麼痛苦 你的話好看嗎 哈哈哈哈 哇哦 不是 我要講我要想 我在幫他想 哈哈 對不起 好好聽啊 聽起來超錯誤 我是要問說你的話是 很多人就是拿錢要捧著買的嗎 還是你的風格有對到那些胃口嗎 他是可以盈利的嗎 小眾 我要問小眾啦 小眾小眾 小眾其實就可以很賺了 很讚啊 我覺得大家就是不可能不努力 因為你努力 你就算在生活那些小堅持 都是努力 可是你對自己心裡的滿足 那就是你的成功啊 所以我覺得 就是他追求是心靈上的負責 呀我是 他想 你幹嘛那個臉 傑斯怎麼了 不是因為他的那個 他的結尾可能心靈上負責 因為我不好意思 我是一個很物質的人 我就想說 你跟我完全相反 對你要心靈上的物質 你是誰啊 你是誰 你是 他是媽媽 你以後成名之後 你就可以講你以前 哦你還要為人工作 這才是你可以拿來講 可是這種話很討人厭 對啊 我不想再聽這種故事了 對啊 你以後成功了 因為有人就是 就是有人不會成功啊 對啊 你哪不會成功 你要相信你一定會成功 哪有這種 為什麼你想做藝術家 你要否定自己 不行 藝術家最重要的就是要主觀 然後要完全相信自己可以成功 這才是藝術家 你絕對不要當死了才有名的藝術家 你要當你活著就要有名 你一定可以 好像有害怕 好像在參加這種協會 對啊 好好玩 青商會 青商會 觀眾需要看到 你絕對不要覺得好出名 對現在 聽眾朋友們 這是你人生聽過壓力最大的話 對啊 我自己對自己的期望也沒這麼高嘛 聽眾朋友們 你不要給我跟爸爸一樣的期望好不好 我閃到我爸爸媽媽 因為他今天真的是來編特我們耶 真的耶 謝謝你 聽眾朋友們 你們沒有看到阿威嗎 阿威 阿威的那個他的眼神 他的眼神他剛剛講到他的話 他是有夢想的憧憬 可是他又有點不確定性我就覺得 你要鼓勵他 你懂你就像一個譬如說有些model身材很好 然後他對著他自己沒自信 不要沒自信 加油 雖然我沒看過你的話 你很適合 你很適合當leader 他真的是藍寶石經理 你們如果認同我的話 就先把那個請假攻略先燒毀 不可能 來我們一起一次請假攻略 不可能 燒毀 留著 請假攻略 燒毀 每天都要請假 每個月都要請假 每個月都要請假 好啦 我就覺得我們工作真的很辛苦 然後假太少啦 對啊 不能怪我們 因為我們責任制的 就是我們加班多少 你隔天一樣的時間要上來 他沒有補給你對不對 對啊 所以就覺得說我們需要靠請假 然後去補那個沒有休息到的地方 我們遲到他一定要扣特休 然後我們加班他不給我們特休 就是台灣的公司文化就是 我跟你講其實勞機牌有規定不可以這樣 但他們只要說我們是責任制 無限上港 那我跟你們道歉 因為我們 他發現自己的公司太好了 對 因為我們公司是不會有這種事情 真的喔 我們是就是真的 但我必須說就是過去我也常常會有這種 Walllight很難balance 就是太多在工作上 然後就有到現在就畢竟也工作五年了 然後我現在就是 就算不管多崩潰多失控 我都還是會留時間給自己 就是躺在那邊耍廢 你也會 我覺得這很重要耶 我覺得是耶 你要把自己倒空 因為我的工作也是需要一些思想 靈感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一個一直在工作的人 我就不知道消費者的生活是什麼 真的 所以我就變成說我也好好生活 才有辦法好好工作 就是我生活的養分 他讓我可以更有力的去工作 我覺得 我需要很多這個時間 所以請假攻略留下來 耶 加一分 你不是已經有週休二日了嗎 不夠 怎麼不夠啊 因為週休二日 好好我們有朋友的人需要Social 週休二日 對啊 欸我們OK 我們看我們出去趴一天 那我們就要睡一下 睡一天 那這樣子還要再 那可以不要去嗎 那可以不要去嗎 不行啊 因為我累了啊 我上班累我需要出去 因為我們還需要Social 如果我們不去Party 就沒有朋友了 我還沒那是我媽 哈哈哈哈 我覺得一到五上班所累積的那個身心的疲倦 你沒辦法在兩天之間解決 我通常到午休 午休下一個小時之後 我想說今天好像夠了 哈哈哈哈 但是我真的很不想要成為資本的奴隸 這就是我寧願當新奴隸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 哈 插一句是什麼 黃犀牛的性努力 耶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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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可以 可以 因為我那聽起來你們的Balance 好像是永遠放假叫Balance 喔 好像是 哈哈哈哈 突破盲場 突破盲場 沒有 因為這就是我後來就有 我有領悟到這個真理 就是其實我們工作都只是為了退休 所以我就覺得 我們要努力就是 達到退休這件事情 但如果 就是你看不到那個退休那條線 我覺得會太絕望 所以大家都不會把 直接把工作的目標放在這裡 你們會想自己開嗎 有想 我應該不會 我應該也不會 就是沒有那個勇氣 我也覺得 你比較是自由的靈魂 你可以耶 你是自由的靈魂 謝謝 突然變得 謝謝 很勵志 我們改善大隊 他聽起來真的很不適合 跟別人工作 我覺得好像也很不適合耶 你剛剛講那些 他在笑你耶 對啊 你怎麼跟我說說啊 你剛剛講那些人的辭職 不是 我不管是自己一個人還是跟別人 我都不適合工作 我必須說 我的世界裡面 沒有快樂工作人 我就是個悲傷工作人 悲...工作的時候 我就是一個悲傷的機器 哈哈 哈哈 那我還是可以把這些事情做好 就是做好而已 可是不會讓我快樂 哈哈 你怎麼跟愛情跟工作是一樣的 對啊 我的人生怎麼都發生一樣的事情 哈哈 哈哈 那你有想過你這樣十年後二十年後怎麼辦嗎 十年後我要去打肉毒感劇 哈哈 哈哈 可能有更完美的答案 可是肉毒感劇也要錢耶 我就在工作就是為了這個啊 我不是為了買房 我是為了十年後去打肉毒感劇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你很聰明 這樣好像很重要 好那我再加一個 價值觀錯亂 我加碼我加碼 我要去韓國打肉毒感劇 哈哈 哈哈 變貴了 要花費幾錢 多了三萬吧 哈哈 缺少五難 哈哈 這一集我們是要立志的 哈哈 立志耶 有些人一輩子都打不到肉毒感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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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 所以我說哈 哈哈 哈哈 你有料到嗎 那我問一下 那你們有在投資理財嗎 我有基本的啦 因為我公司跟這個有相關 所以我必須說其實我覺得我在裡面算是 相對來講應該是有比較積極在 因為我是很務實的一個人 因為我真的是從小窮到怕 我真的不想再回去每一天都在吃水果 我真的覺得太可怕 很謹慎的看著 冷凍的嗎還是現包的 冷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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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後來才知道 就是連我媽就是那一陣子 一直煮水餃給我吃 連她現在自己都會害怕吃水餃 你現在都不吃八方雲雞了 我可以吃煎餃 但我不吃水餃 水餃 水餃好難吃 頂太風的那種呢 反正就是不要著重在水餃 哈哈 對不起 等一下不要水餃 哈哈 我只是講說就是因為我 因為這樣所以有點 我也不知道你們是怎麼評價我 因為其實我就很穩定在這間公司 一直待著然後也穩定的做Podcast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 在大家來講是不是真的一個是糖冰柱 因為這樣聽起來其實工作量很大 然後我自己 這樣工作量很大嗎 有啊他很 上下班都要工作 他工作很 他也是很努力的 我覺得我們在場的人都很努力工作 只是你有從中得到成就感 我們沒有 哈哈 真的Jesse你要感恩 哈哈哈哈 不會啦 我覺得你也有 沒有得受他 我也有 沒有得受他 只有阿威沒有嗎 不要 哈哈哈哈 因為他想做的事跟他現在是完全一樣的 不是他的工作啊 對啊 對阿生產會沒有阿 對我覺得好像是這樣 那那那這樣反過來問你 你是滿足你自己的生活嗎 我沒有興趣 目前超喜歡超爽的 真的 對啊我覺得真的就是 你知道我現在只要看到那個 我只要看到產品 喔那整個 真的是工作狂欸 對啊好酷喔 我沒有看過這樣的 對我體驗 對啊 因為因為我們 就像你說我們真的都是同溫層欸 真的我們身邊好像都是這樣子的人 你們要酌清涼而不腰 哈哈哈哈 你們要整個這樣 你們不行的感染 你有沒有想過我們就是腰 不行 你們不是 我們就是那個腰 我們就是暈你 躺了什麼不爛 我們就是底下那隻腰 我們就是水鬼 那我們最後對外面的躺平組說一點話吧 絕對不能躺平嗎 你躺平只有一個時候就是火化的時候 不然真的加油 往前 改變你現在現狀的話 那你要聽我這一套 你不能跟著同溫層一起 一起舒服這樣 我本來要說明一點 對來說舒服最重要 舒服可以找紅犀牛情緒用品 啊 耶 成功置入 可以 因為畢竟是工作 所以大家的責任感還是要有 可是責任感做完之後 你覺得 你做到差不多七八成 你覺得OK了那就OK 我覺得你就是不要有虧的就 然後能拿的福利就拿多一點 然後你用修的頭子修就修多一點 你決心當躺平的時候 就好好利用這個自由時間 就是享受你好好充電 然後你才可以跑得更多 但我蠻同意那個就是 你其實工作不應該投入到百分百 因為這件事會太耗能了 所以我自己的percentage大概就七成 就是七成進你幹嘛 對啊我一直被等 我七成進去才可以讓我維持良好的身心狀況 然後我就可以更穩定的工作 這件事對公司來講也是福利吧 對啊 但是我必須講啦 就是我身邊真的也是有些人 就是可能他們會短暫的在躺平 然後不管是家裡有錢或者是家裡沒有錢 都會發生類似的狀況 然後我都覺得這些東西可能是 只是他們一個需要充電的方式 或是人生的一個選擇 或者只是他們人生的一個過渡期 然後我都覺得這些事是ok的 因為在現代社會 我真的覺得資訊量太大 我們真的很累 我們很容易身心底卷啊 累什麼每天在看 在關注人家什麼 有沒有多批有沒有怎樣 那到底關你什麼事 不是 蠻好看的 對喔 這對你沒有幫助啊 你不是想買房嗎 沒有 那是阿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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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就是該回到那個充電的部分 因為我相信就算是你應該也要充電 所以充電的時候你應該是要找到真正可以讓自己 好好的放輕鬆的方式 好那我們在最後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再來回來回來就是跟我們的乾爸洪犀牛 我們來跟他搗購一下 來 我們現在有一個小翅膀按摩棒非常非常舒服 然後那個可以玩到女生的水是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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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就是它的速度可以可以調很多段 就是如果你想要稍微有點休息一下的時候 你可以調就是那個他 哲哲哲哲哲 我也喜歡這個節奏 對 突然想要加快的話就可以哲哲哲哲 的時候就會那個反差度 它它可以掌控得很好 我以為是獨立樂團大象 好聽 我覺得應該算中高階才有那麼多段數 因為我自己的那些飛機杯 大白燒的那些用 也是有很多這種段數 也是非常的爽 所以都推薦給大家 歡迎來逛逛 我最喜歡的還是它很好清理 就是我每次弄到很 因為以前就是弄到很濕的時候會很難處理 可是它就是你只要拿去水那邊沖一沖就好了 欸大白燒跟飛機杯完全不一樣 就是因為它也是開放式的一個自衛器 所以你也是沖一下就好了 就不是那個你知道 還要翻過來或什麼的 我覺得這兩個都推薦給大家 我覺得好喜真的很重要欸 像我這麼懶的人 每天都要用來比較麻煩 大家聽一集有發現 對 每天都要用 當然就是好清潔很重要 好吧 那我相信就是躺不躺平 大家都是自己心中有一把尺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一個 真正喜歡生活的方式 那我覺得自己大家聽起來啊 其實我們這邊根本就沒有真的躺平的人 所以我們也是蠻偽善的 還在那邊討論這種題目 哈哈哈哈 真的這是真的 對啊 但是我是真心覺得我身心好累好累 好想躺下來這件事 是真的我內心的渴望 我覺得我們是想要躺平 但不是躺平族的躺平族 對我們比較像安靜辭職 就做到分內室就好 對對對 對 哈哈哈哈 對我們時間不夠了 好剛才小姐來敲門 對啊 那我們就跟大家說聲晚安囉 希望大家的工作順遂 然後請他攻略給他看了 拜拜 那跟大家說晚安囉 晚安晚安 晚安 明天工作加油 天天都是星期一 yes no 工作加油 拜拜 累了就躺平吧 而且還有最後要不要再補一段那個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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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